德巴腾38次的张耀昆在2018年宣布从武汉卓磊退役 这位年超白金一代的代表人物 曾是大连时德的队长 在大连时德解算后 曾转战广州肆立和武汉卓磊 并率领武汉冲超成功 作为大连集球员 都对大连足球有着深深的爱 张耀昆这次选择重回大连 只不过不是征战赛场 而是进入教练组 或许将担当金帅崔超西的队手 他的军队 大连王队长的精神属性等等 都会对大连一风的新校技艺要帮助 这或许对崔超西来说 也是一个惊喜 更重要的是 大连一风正在走去别离其他中超球队的路线 那就是打算一支 真正属于大连王队中超球队 所以才引进了丰临大连级的国家 这些球员在关键时刻 又一位大连足球拼命 这一点从2018最后一场把集赛 琴声冒着职业声揚终结的风险上场 就能感受得到 张耀昆被受关注的内援博巴腾 也被大赶到上海开桥基地 与东西的大连一风会合 这位曾经攻破过大会联纳和黄娇 马德里球员的全分 已经在西班牙完成了大连一风的体检 这可是一千 当然这并不包括调节费 如果加上调节费 将是2200万欧元 但由于独安堂的加盟 或许会让已经中复大连雄仪的 默契奎如猜 这也引发了部分球鱼的购买 当然这名射手被射购定的是这个赛 近19兆 仅仅公立英雄 但是他毕竟是一名年轻球员 只有22岁 可以踢前方也可以踢边风 以速度渐长 当然他的能力还需要比赛来减用 更为重要的是 他需要征服崔康熙 伯拉腾到月20月18时 大连一风高宣伯拉腾加盟 按照俱乐部的数据 伯拉腾职业生涯 为俱乐部出场142场 近23球 并有16次助攻 代表将那国交队出场 相次勾入一球 而事实上从俱乐部的高宣 也能得出球队对他的信仰 作为很有特点的黑应用 伯拉腾的加盟 将给教练组的排冻部阵 结果更多选择 进一步丰富球队的打法 这其实也从侧面证实了一番 跟新外人内卸口将被放弃 有球迷人员员说 欢迎新外人 但是必须输一句 新外人水平绝对应该不过 斗坦和盗口 俱乐部这次生有的演员 就有如数学客代表答题 三交代等一次 慢慢奉以所思 内卸口这个赛季 大远一方 已经升为了七名奉将 包括秦深 杨盛平年久转会 正续日 赵明界 有剑冰强势加盟 引进超级中场 哈美西克和加纳国家的阿唐 加上辆周明硕 崔康熙 球队2019赛季 交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中超力量 而事实上 大远一方的演员还没有结束 你觉得呢 欢迎留言讨论 鸣 第四次 by bwd6